全灣最近新開了一間新派的豆乳主題店 主打現場即製各式各樣的豆製品 我們店舖主要的食物是用豆舍品為主 首先招牌是用7.6的龍豆魚 因為我們的濃度比市面上高 基本上一半 口感好像比較濃厚 豆味比較濃厚 招牌是豆乳雪糕、豆腐花、豆乳奶蓋 還有豆乳茶都是我們比較特色的產品 老闆家裏三代人都是做豆品生意的 所以他從小學到大 對黃豆特別有情意結家 本身都不是很想做豆 因為我自小婆婆都是做豆製品 到我爸爸媽媽這個時間 二月目染之下 可能有一種特別的情懷或親切感 眼見一間又一間豆製品 都已經慢慢用一間 藉著一間這樣招牌 我這是一個開傳承的一種行業 但又很少年輕人會入海 我會否將這東西變成自己的職業呢 新人士新作風 店舖除了有新式的豆製食品 最大的賣點就是以現代化機器 製作自家出品的豆漿 品質夠穩定 加上老闆選用的加拿大黃豆 感覺更加健康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經歷過這些麻煩的程序 以及機器 由浸豆磨豆洗豆 還有蘸桿 煮豆漿 其實這麽多過程都很繁複 又很辛苦 搭汗搭細汗 所以我希望可以把這些程序 融合在一部機器那裏 於是他就和廠商研究 投資六位數 製作出這一部全自動化的豆漿機 每次可以做出300支新鮮豆漿 然後豆漿又可以加工 造成豆腐、豆腐花等等的產品 那豆漿有什麽分別呢 和一般市面上 一般豆漿可能是隔著渣 才可以煮 那些渣裡面的精華 其實是浪費了 那會不會我們用一個熟漿技術 將那些豆渣混在一起 再分離它 豆渣裡面的精華 其實都可以攝取到 店舖最受歡迎的就是豆乳雪糕 以新鮮的豆漿製成 吃下去質感幼滑 充滿豆香 還有炸豆腐都做得非常出色 將自家出品的卷豆腐切粒再炸香 外皮鬆脆 內裡綿密 沾上濃郁的芝士醬 這個組合應該沒有人不會喜歡吧 店舖也保留豆品店賣粒飯的傳統 換入時下的流行餡料 同樣很有特色 難得老闆有心傳承這個傳統豆品文化 是值得支持的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按一下小鈴鐺 按一下小鈴鐺